有一個國家在這時候 這兩天也被大家關注 就是剛才郭委員特別提到 點名的澳洲 澳洲這次就顯得有點安靜了 這個澳洲總理Ibanez 他被記者問到說Pelosi訪台 受到中俄北韓的這些批評 那澳洲是不是應該也應該 要展現一下支持呢 他簡短的回應他說 美國跟台灣高層官員的交往程度 是他們的事 這個澳洲總理展現 之前跟之前 大家知道之前這個Morris 是非常的站在抗中的 這樣的一個立場 不過這一次Albanese 他的一個發言 那委員你怎麼看他這個 對於這一次事件 他這麼簡短的一個回應 因為澳洲現在正在討論 他的國安的相關議題 那我認為他可能會修改 要採購8艘核動力潛艇這個方案 因為這個有點浩大喜功 而且不現實 他可能想要發展其他的 比如說做超高音速飛彈 其他的項目 而且這個2032年才能交第一座 而且美國目前的造船廠 速度還可能會拖到 所以我覺得澳大利亞大概在考慮這個 然後用這個議題來跟北京表示說 我有稍微緩和這樣 那希望能夠解除貿易戰 剛才你也提到說澳洲要進行 他的國防戰略的探討 進一步要進隔 就是說Albanese在中美之間 你覺得在他的未來的國防政策的制定上面 他要怎麼樣在中美之間做一個拿捏 還有包括AUKUS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第一我们必须要了解 就是它不是一个中与美的选择题 而是一个深论题 它必须要符合澳洲的 国家利益的指导原则 所以国防战略的检讨 它不是只有这两个项目 而且它所要指向的项目 包含整个大洋洲 周边或者整个世界的广泛 首先要定义对于 它的整个国防的威胁是什么 所以它不是只是单纯的 不是这个选边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 至于AUKUS AUKUS因为已经有签了一定的协议 它后面假如要破坏这个协议 它不像跟法国前建的商约 这个协议基本上是个异象书 这个异象书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跳票 我是觉得你要看后续推动的 就是说你的本钱是如何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国防产能 是不是可以满足 或者英国的国防产能 能不能满足澳洲的需求 这是大家关切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 光是靠政治的主观意愿说 我要或不要 而是说你客观上 就算想要你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就算不想要 你会不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这是我们应该要去看这个事情的态度 OK